橙有很多种,不过不是每个都适合小朋友的身体 大家好,我是Leo,公欲善其事,必先离其器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橙 如果你问一个在landscape行业工作的朋友,用得最多的工具是什么? 10个有8个应该都会答你,是橙 为什么呢?因为它最多用途 橙的奥妙之处在于它可以橙泥,可以橙石仔,可以橙mulch,可以除杂草,可以挖洞 可以切根,可以绞树,可以橙草皮,还可以在危险的时候自卫,隐藏于民居之中 绝对是继接登之后的一七组武器之一 我刚才说的橙,其实是说这种尖头橙 一只长柄的尖头橙,绝对是第一样要买的工具 尤其是它的性价比那么高 那你可能会问,那平头橙呢?需不需要啊? 平头橙做到尖头橙做不到的东西 例如edging,容易做到靓草地的边位,或者它可以在硬地上橙 用平头橙就更加方便了 还可以将泥弄平,做到靓仔,但平头橙就真的用不到你挖地了 所以两样有了,就会更加方便你做事了 那除了橙的类型,还有什么要注意啊? 第二样要留意的就是它的长度 通常橙有分两种,一种就是短柄,D形,一种就是长柄 短柄的好处就是在于它容易控制,和方便在好窄的地方使用 而长柄理所当然就可以伸长一点 比如挖一个四尺深的洞,短柄其实就比较难做了 另外就是可以更加容易利用这个杠杆原理 比如要叫坡植物出来移植,用长柄的橙就容易很多了 第三就是柄的物料不同,耐久度都不同 木柄的橙最轻,最容易操纵,最好握手,但就不够结实 玻璃纤维就比木内用,还是防水防风化,但就贵点了 还有铁制的,最稠实内用,但就很重,很容易累 一个橙好像平平无奇,但绝对不简单 买一个最适合你用的才是最实际 最后记住,任何时候用橙都要挺直的腰,锁住确 不要只用臂力,要用完整身的力才不会容易弄到,拉到扭到就手没长了 这次就先说到这里,下次再说,拜拜